歡迎收看游翔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上一次介紹完了一些分數的有關計算的技巧 在這一集我們要集中來介紹一些分數在比大小的時候的特色 所以在你們的本子上也寫下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那我一邊講附帶一題呢 我之前講過了 其實我們講的很多東西你都可以抄起來的 如果今天A大於B大於C 那就比如說5跟4和3都比0大這樣子 這個只是為了我們方便舉例而已 沒有為什麼 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這個A分之B和A分之C誰大 那應該是 你就想5分之4跟5分之3誰大 所以是5分之4比較大嘛 那來這個B分之A跟B分之C呢 也就是4分之5跟4分之3呢 4分之5大吧 那麼簡單 來 那這兩點呢 合起來 來寫一個這個 同分母 所以他們分母一樣嘛 那這個分子大的 分子大的 大 這樣子 這個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相信大概應該很容易理解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好 我們在這兩個例子 就是舉一個 上面這個 如果你發現它是真分數 那這個B分之A其實是假分數 也就是分子比分母大 那就是要說這個同分母 分子大的比較大這件事情 跟真分數假分數沒有關係 看下面這個 如果是B分之A跟C分之A 就是4分之5跟3分之5 誰大 好 一樣把5拿去分 分成4刀跟分成3刀 應該是 分成3刀的比較大嘛 對不對 再下面 A分之C跟B分之C呢 5分之3和4分之3呢 同樣的想法 5除3除以5和3除以4 應該是3除以4這個比較大 所以呢 這兩個合起來寫 這個 同分子 那是 分母大的就會比較小 這個也應該不難想吧 下面這個 這裡有一個 負的A分之B和負的A分之C 這樣誰大 負的5分之4和負的5分之3 這樣誰大 你有答對嗎 負的5分之3大 我們先寫結論 這兩個一樣 一個結論 寫這一句就好了 負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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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小 負越多的越小啦 所以你判斷有負數的問題 就是先不看他的負數嘛 5分之4跟5分之3 5分之4大 所以負5分之4負的比較多 所以負5分之3比較大 同樣的道理 3分之5跟4分之5 3分之5大 所以負的3分之5就會比負的4分之5小 我們尋一樣的路徑去想 這個部分 接著呢 我要翻演你們不用 對 來下面繼續寫 我們就直接舉一個實例 這個 7分之5跟 8分之6 誰大 來跟我一起在這裡 寫一下這個 X1 這裡也寫X1 那這個X1 這個1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是分子分母X相同 分子 分母X X如果相同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因為你分子跟分母X固定了吧 所以等於是你分子加多少 分母就要加多少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想 分子加1 結果分母也加1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誰大呢 用一個核心的想法 所以一個箭頭 我的建議就是這樣子 尤其這種題目 通常會出的 很接近1 所以你可以 和1比 當然你可以把我們等一下講的結論記起來 可以啦 因為很實用啦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記的話 就去和1比 我們這兩個呢 都是真分數 所以請 這個 這種 問題 真分數跟假分數會不一樣 所以請在 他這邊 標註一下 真分數 真分數就以上邊這兩個為例 這個 七分之五 是一減七分之二 八分之六 是一減八分之二 因為他是真分數 也就是他比一小 換句話說呢 他是用一去減一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 他們這個時候 有沒有看到 分子就相同 都是二 那這個二 其實是拿來的 就是我們剛講這個分子分母差 固定 所以我們這裡寫錯 分子分母都差二 好 分子跟分母的差都固定嘛 對不對 六跟八差二 七跟五差二 所以 這裡呢 這個差二呢 就會使得他們這邊 出現了相同的這個二 有沒有看到 就會讓他們這裡都有這個二 那這個二我們就可以比了 銅分子剛有說 分母越大的 越 分母越大的 越小 比錯 分母在這裡 分母越大的 越小 所以 銅分子分母越大越小 也就是八分之二比較小 那一減比較少的東西 他其實會剩比較大 所以這個大 這個小 可以嗎 所以還有一個短暫的結論 就是如果今天分子分母差一樣 或者是說你分子加多少分母就加多少的話 增分數的時候 數字越大的越大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比較大 增分數的時候 這個 數字大的大 我這裡講數字大呢 因為 它的分子大分母就會大 因為他們的分子分母是差一樣的數字 所以它的分子變大分母就會變大 但是這個 增分數裡面是這個比較大的比較大 如果是假分數的話呢 那我們來把它倒過來舉就好了 這個五分之七和六分之八 要比大小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六分之八 我寫下來這邊才可以 不好意思 五分之七和六分之八呢 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剛才這裡講和一比 所以把它寫成是 一加上五分之二 這個六分之八是一加上六分之二 也一樣 因為上下差都固定是二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也都是二 這樣子的時候又可以比了 所以五分之二其實比六分之二大 那一加上比較大的數 這個比較大 所以增分數是數字越大的越大 假分數卻是數字 越大的那個就越小 可以嗎 那 如果你真的要去背這樣子的口訣 建立在一個 你沒有很想很多次 所以想的不清楚的情況下 你去背這個口訣 其實就是等著背錯然後忘掉而已 所以重點就是 不要一定要把它當口訣啊 這個 像唐之三百首這樣背 重點就是你要懂得想 怎麼去比 如果你發現兩個數字 它們分子分母是差一樣的 或者說分母 分子一直加一 分母也一直加一 這樣子 那這些數字到底誰大呢 如果它是增分數 就想一想它會比一小 比一小多少 小的這個部分 分子會一樣 你這樣就比的出來 你會發現數字小的比較小 如果是假分數 同樣跟一去比 或者說跟整數去比 它有時候搞不好變成是 二又幾分之幾 那你跟整數去比 它會是比整數多一個分子一樣的部分 所以這個數字越小的越大 那這個是這個部分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有幾題給你們練習 來試著比較看看 這四 這四題來比大小 好 張慣例呢 學生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來先聊一下 這個大家在電視上 有時候也會常常看到 這個這個詞 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 生態工法 那應該大致上都有一種印象 就是好像很環保吧 好像很花錢 好像不太不太不太牢靠 這個 這個 所謂的生態工法 其實他大部分都跟一個想法 有關 就是維持這個 維持這個生態系 維持生態系的這個 這個連貫和豐富度 我們最常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的這個 地上可能都鋪 都鋪 薄油嘛 那現在有一些呢 假如不需要被人常常走動 可是還是會想要鋪的話 比如說有一些停車場 開放的那個停車場 你就會發現他地上的那個地磚 他是鋪有洞的那一種 就是有格子的 一格一格的那一種 我也不會畫 就是你會發現他有洞 有洞在中間 那底下就會長小草出來 有時候你就會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長這個小草 一點點 有什麼用呢 他其實有一個想法 就是不要產生生態的孤島 或荒漠 什麼意思呢 如果今天原本這裡有一片 這一片都是樹 那今天因為你人為的需求 你需要蓋公路 那我們真的需要蓋 對不對 真的需要蓋公路 就蓋 你真的需要 比如說蓋停車場就蓋 於是你蓋了一個公路這樣子 然後你上面全部都鋪滿薄油之後 如果你這個公路又很大一塊的話 你就會導致這一邊的生物呢 他很困難跨過去到這一邊 因為這一條路都是 就是不適合生物生活的 薄油路啊 水泥啊這樣子 那這一邊的生物也很難過來 那久而久之呢 這個生態系就被你截斷了 他可能有一些生物就活不下來這樣子 那所以呢他 他生態工法其實就是在這個 工是工程的意思 在施作一些工程在設計的時候呢 試著讓他中間出現一些能夠讓生命繼續 能夠讓這個生態 藉由這一些東西 繼續的延續過去 也許這裏有一隻昆蟲 然後你這裏挖個洞長一些草長一些草 他就可以跳到這裏來 跳到這裏來 跳到這裏來 就過來 像跳跳起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這種生態工法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 你假如開車在公路上面 那有那個挖山壁 以前挖山壁就是灌水泥嘛 把這個假如說 這裏有一座山 這裏有一座山 中間是公路 中間是路 那這個我們就會在山壁這邊有看到那個擋土牆 就是怕這個土崩落下來 你就看到他用水泥去糊那個 牆面 以前就是一整片都是水泥 鋼筋有的會打那個 地釘打進去 那一整片都是水泥 現在呢就會在這個水泥面上面 像剛剛講這樣做很多坑洞 或者他會改成用這個叫做蛇籠 他就不是用整個水泥去鋪 他找很多大塊大塊的石頭 然後用那個通常是綠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就喜歡綠色 覺得綠色的環保 通常就用綠色的網子把這個石頭呢 圍起來 圍起來 圍在這個我們剛剛講原本是擋土牆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有一些擋土牆 你去看他就不是水泥的 不是水泥一整片 他是一顆一顆石頭被網子照住 那這個就是蛇籠 他生態工法的想法 就是說我現在讓他有很多空隙 所以就有機會有那個草 可以從土壤裡面長出來 從那個石頭縫裡鑽出來 那我的目的是想要把土擋住 把它把土隔起來 也有做到 另外呢 生態又沒有因此而斷絕 因為生物還是可以在這個中間找到縫隙 繼續經過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做法 或者說像那個登山道 以前的登山道 假如很多人在走 於是政府決定把它弄得好走一點 他就會鋪那個水泥的階梯 或者是乾脆鋪成浦油的 斜坡讓車可以開這樣 現在的一些登山道呢 他們就會去選擇用那個廢棄的木頭 然後稍微把土擋住 就是你的那個木頭 變得都夠大塊 會擋住不會壞掉就好了 他盡量不要讓他的整個坡面 被這種水泥的東西覆蓋住 這樣子生物 我剛剛講昆蟲或雜草 他可以一直長過去 那你完成了你要的需求 然後也兼顧這個 不會切斷整個生態系的這個想法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生態工法 那當然他會有一些弊病 就是有的時候你只是剛好完成你想要的需求的時候 就會經不起 台灣有很多劇烈的天災 那所以在這個不用到很強大的天災 風大一點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會看到一些生態工法 他就會壞掉 壞掉又要重做 那就會有點浪費錢 而且生態工法本身就比較貴通常 所以這個是他的缺點 就是強度沒有那麼強 但是呢至少他對這個環境好 那你說到底哪一個重要 這也很難說 在這裡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生態工法 好 回來看這幾題 剛剛有教過了 這題你會注意到他上下一直都差3 好 然後他是增分數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再來看一次 他是1-10分之3 他是1-11分之3 他是1-12分之3 好 所以誰大 好 如果不看前面 10分之3是比較大 所以1扣比較多的其實比較少 所以我們剛剛講 增分數的情況下 是數字大的比較大 下面這題 就是倒過來 他是假分數 他們上下都差4 所以 再看一次好了 他是1加上7分之4 他是1加上8分之4 他是1加上9分之4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 他比較 他比較 他比較大 因為7分之4比較大 我剛才有說過 就是 有的時候數字會超過 2 就是 比如說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7分之22 8分之23 和9分之24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這個7分之22 超過3 8分之3 不到3 9分之24是更小 我們就不去算 所以 其實還是 假分數 我們剛剛講 假分數數字比較小的比較大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用這個方式想 那有的時候呢 數字有變化 那 化成代分數也會比較好想 比如說 假如說是7分之22 8分之25 9分之28 那你化成代分數 7分之22是3又7分之1 8分之25是3又8分之1 9分之28是3又9分之1 這樣也是可以比 這個比較大 好 附帶一題 這兩個例子 其實你也都可以寫在本子上 這兩個例子 來 看下面這個 有負號怎麼辦 剛剛有介紹到了 先不看負號 先不看負號 來 99分之105 101分之107 你會發現他上下都差 6 或者我剛剛講的 你看到他的分子都是怎麼樣 加2分母就加2 分子加4分母就加4 所以呢 這個他是假分數 假分數是數字小這個大一點 他是1加上99分之6 對不對 不看負號的部分 是這個大 這個小 那負的越大的越小 所以其實最後是這個比較大 右邊比較大 看下面這題 這個其實是之前指數率的啦 那我們把指數率跟分數融合起來 先不看平方的部分 來把這題也插在你的本子上 這題也插在你的本子上 那跟負號一樣 我們都先不看 負號或先不看平方的部分 先來比裡面 3分之2 比跟4分之3跟5分之4 剛剛講的 這樣是5分之4大 指數相同 底數越大的越大 所以呢 最後還是這個大 可以嗎 上次的課程我們留下了兩題 上面這一題是 這個 我們上次的課程裡面 介紹了如果你要去 找出這個X要是多少 你硬是你的原則 就是要保持X這個地方 仍然是1 那在這一題呢 他可以做到 我們在這一題要另外交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以前 通分都是通分母 在這一題呢 其實你們也可以 把這題抄在本子上 抄在上 上次如果你們有抄前面這幾題的話 你把這題抄在他的下面 然後在上面標註一件事情 這一題呢 要讓你們知道 其實你也 你如果是比大小 你如果不是要加法的話 你也可以通分子啊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要比大小的話 把它通到分 分子一樣 所以呢 這個 23分之4 其實是46分之8 17分之4 其實是 34分之8 所以 X分之8 介於這兩者之間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剛才有講 分子一樣分母越大 越小 分母越小越大 所以X如果是整數一定也是在 34到46之間 那這樣子有幾個 你要注意他 這兩個都有等號 所以 64減 46減34 是 12加1 13個 那如果他要最減呢 他分子是8 所以他要最減就是 他不能是2的倍數 所以從34不能要 35 37 1 3 9 4 1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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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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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上面 這個分子 他的分子要能夠把這兩個分補約掉 那要讓這個數字盡量小 所以要是他們的最小公倍數 225跟135 最大公數是 45 他是45乘以3 他是45乘以5 這個56跟98 我講要抓最小公倍數首先要趕快抓到最大公數 他們都是7的 倍數同時又是偶數所以抓14 這是14乘以4這是14乘以7 所以他們的最小公倍數是14乘以 7之後是98嘛 再乘4所以98乘以4 98乘以4 498 398 392 所以 45分之392 看一下有沒有的約 他是3和5的倍數嗎 他 不是 好 你的約 如果算出來有得約你還得 要約 應該是沒有的約 不一定 要看題目出的好不好 如果題目本身有的約 這個就有可能有的約 那就要約 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的課程啦 我們留下了一些作業 來大家寫下 這題 我 還有 化繭 吉他小 下一堂課就是我們這次剛考的最後一次課程了 所以我們會教一些之前沒有教過的提醒 然後複習一下 今天課上到這裡